干扁豆角油鱼絮上来了 看一下 土豆腊子油片也上来了 糖醋挤油腊白菜也上来了 大家好 我姐姐 这个我来到了电报大楼这边 带大家来打卡一架甲肠菜小馆 这家店藏在居民楼里 就是这家店 肥宅炒菜 这是一架甲肠小菜馆 店里只有五丈座子 看一下它家的特色菜 来一道挤油糖醋腊白菜 然后再来一个 干扁豆角油鱼絮 再来一个土豆腊子油片 然后再来两份米饭 烫还要吗 再来一份小碗的反茄烫 干扁豆角油鱼絮上来了 这道菜四而五 看一下 土豆腊子油片也上来了 这道菜是散实 汤醋挤油腊白菜也上来了 这道菜是二而四 咱们先来尝尝干扁豆角油鱼絮 嗯 这外皮呢 酥酥脆脆的 里面呢挺有焦头的 看一下豆角 这豆角呢 外皮是一种酵酥的 里面挺嫩的 吃起来回口有清甜的味道 它家这道菜呢 是这种微微的麻辣 不是那种特别冲的麻辣 但是你吃着吃着呢 这麻辣口就在伤胜 下面咱们仓它家这道 土豆腊子油片 请看看油片 土豆腊子 这道菜呢 就是咸香的 带有豆瓣酱的味道 要还有一点微微辣 柿子就被下翻 下面咱们尝这道 汤醋挤油腊白菜 它家这道菜呢 几乎佐佐都点 这挤油挺嫩的 就是酸甜口 带点咸香 带点微微辣 看这羊白菜 这羊白菜挺脆爽的 而且这后口呢 是这种微微辣 就是吸收了 擀辣子的辣味 整体来说 就是酸甜咸香 带些微辣 这两个点的菜都被下翻 看下耳朵那样 不足的是 就是用的是这种铲盒 要用完就好了 小丸的粉铁糖也上来了 小丸的粉铁糖是五块 来点干扁豆角油鱼絮 再来点糖醋挤油腊白菜 再来点土豆腊子油片 这不太耐烟了 再来一份米饭 再来腌一半行吗 好的 师傅再来一份米饭 好嘞 谢谢啊 盛完粉铁糖尝尝 粉铁糖就中贵中菊 但是才五块钱一碗 这小玩的 还要骂这种厕 对吧 挺好 再来一碗汤 我感谢老伴 一共小费了一百亿 您的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手上转发 爱您哦 棒棒的 再来一碗汤